早 早 江喜 早 迟到了得签字 我就晚了三秒 三秒钟也是 迟到了呀 没办法 签字 我又迟到了啊 晚上老地方见 我看见了 我其实不见了 这是什么 我们现在看看 了 你们在哪里 赶紧 那把我抢了 我去这吧 我去这个 你去这儿 有点 我去这儿 你去客户 你去吧 你去这儿 魏总让你把新一期的市场分析 和调研数据拿进去 知道了 进来 魏总 你要的文件 还在闹脾气呢 新工作不称手 你也总得让我适应适应吧 你呀还是年轻 下苦工得用对地方 很多时候跟对了人 比埋头苦干可有用得多 那我这不就是来请教老师的吗 这周末有个艺术展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艺术展 你什么时候喜欢看艺术展了 没兴趣就算了 我去请教别人去 等等 那得看你表现 对啊 快点 这边 这边 對 簡而言之 就是利用慰明的心虛 達到我的目的 勝之後 會給你百分之二十的體側 也就是一万块钱 你知道魏敏一年的工资 加灰色收入是多少吗 你身为他的太太 居然还要来和我谈条件 我知道 但我不是为了眼前的利益 我是为了女儿的抚养权 为了我和孩子的将来 一万块钱提成太少了 还不够弥补我工作上的损失呢 既然要演就演真一点 我这儿有个剧本你敢不敢演 给我一把按照 事成之后 你再多给我思维 我不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 你不恨我吗 你觉得呢 恨 不恨 不过我猜 你肯定是觉得我不配 你还挺有自知之念的 不管你恨不恨 可以出一口气 为什么不愿意呢 明天下午两点 明天下午两点 当代艺术博物馆 你还真是苟情高的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你这样的个性 并不那么让人喜欢 在这一点上 我跟你不一样 我是一个要脸面的人 脸面 姿态 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啊 摔倒的人 没有人会看你的姿态 你到底想说什么 你别误会啊 你别误会啊 我可不是在嘲笑你啊 只是你有没有想过 就是因为 你的这种清高 让你在爱情里一败涂地 婚姻呢 婚姻呢 需要的是稳定 爱情呢 需要的是羁绊 纠葛 男人嘛 想法都是比较直接的 你连我都恨不起来 魏明又怎么可能 觉得你爱他 又怎么可能觉得 对你心生愧疚呢 怎么删 你怎么突然 傅庸上风扬了 你就不懂了吧 现在那些高管 还有傅太太们 都不流行满身制品吧 搞起了这些 艺术品收藏 人家这是投资 那这种热门的艺术家 作品过两年 就翻好几倍 都看完了吗 走吧 来看看嘛 前面还有 走 我看了吧 这什么莫名其妙的 你这样 我给你拍几张照片 你发捧个圈儿得了 你答应我的 你答应我的 今天一切 都要听我的安排 行 我给你拍几张照片 看什么呢 我在看前面那幅画 我们再过去看看 都看完了吧 都看完了吧 走吧 我请你去吃法菜 你什么嗯啊 你要再不走的话 我走了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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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明 林输 够难你 那你的谁 他就是我一个不太熟的朋友 你说那个是你的朋友 不是同事 怎么可能是同事呢 我们部门有多少人 你不是不清楚 你 你上次送咖啡的时候 你又没有见到过他 而且现在多少人眼睛盯着我呢 现在是公司我进入 威逼最关键的 行了 你别说了 我不想听你解释 他既不爱你 也不爱我 他只爱他自己 最重要的是 你正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 验证一下 魏明到底对你是不是真心的 老婆 我现在知道我说什么 你都不会相信我 反正不管怎么说 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对不起 请你原谅我 咱们这件事情 就此当天行不行 你就不问我今天为什么来这儿吧 不是看掌员的吗 不是 隔壁有一个冰球俱乐部 有全江州最好的俄罗斯外族 我来看看 明白 这哥哥不是要学冰球吗 要不要学费交 我挣钱不就给你和孩子们花了吗 不完了 回家吧 我又给你转了币家用钱 不够了再跟我说 一会儿你见到爸妈 你跟他们解释一下 说我还有个合同要钱 好 老婆 老婆 你昆戒呢 不知道啊 我也找了几天没找着 丢了吧 那你再找找 实在找不到的话 我再陪你买一个 我知道 这对你来说很难 我 我知道 这对你来说很难 可是你要为了孩子的以后 和抚养权考虑 你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要夺回对方隐匿的财产 记住 这些财产本该是 应该就是属于你的 不亏 不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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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小乐 叔叔 我来了 爸 我哥呢 帮着你妈干活呢 妈妈 你看 他帮到吗 都能帮外婆干活了 姑姑 爸爸妈妈最近是不是吵架了 爸爸是不是很晚才回家 爸爸怎么也不来看看外公外婆 姑姑 妈妈 大活儿呢 妈 你有什么想问的 你就直接问了 别跟孩子说这些乱七八糟 问你 你肯说实话 就是因为你什么都不肯告诉我们 那么 我就正好问问果果了 凭良心说 如果果果将来长大了 也像你一样 把什么都闷在心里 不肯说出来 你说你这个当妈的 不会担心吗 我才弄我可都听见了啊 这女儿刚回来说一句 你看你 叭叭叭叭 跟着机关枪似的 行了行了 快去做饭吧 走 果果 跟外婆去做饭去 来 来 果果 外公带着去西装 妈妈 妈妈 幼儿园逃爹的小白兔 昨天回来了 可是它成了一只小灰兔 杨老师说 是因为它偷跑出去玩 把衣服弄脏了 其实我知道 它根本不是同意这条兔子 在人与人的关系中 最牢不可破的 可能就是父母与子女 因为无法选择 所以有恃无恐 即便如此 有时也难逃 渐行渐远的命运 我常常想 究竟是从什么时候起 我开始对爸妈 报喜不报忧的呢 也许 是从我一一孤行 非要走入这段婚姻的那一刻 也许 是从我无法面对 自己失败的那一天起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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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婆说得不对 就算我以后长呆了 以后什么事情都讲 给妈妈听的 真乖 你回来挺早啊 我洗 你洗洗 你还没 crossing 我吃了 走 走 走 咋了这是 明天别来上班了 被人看到了不好 你邮件提个流程 请三天年假我来批 我去 咋回事 别人家没黑啊 就咱家黑了呢 姐 你又没交电费吧 我说了你交电费不交电费 你看这下费别拉着闸了吧 幸好我刚刚保存了呀 你之前不是说了要要要搞钱吗 搞了这么多天了 怎么还没搞来钱 你也太不靠谱了你 WiFi也断了 我说了你 你都不会的一个宝费不是对你 你也不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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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选择是一种错 无力地承担 方向感混乱 谁懂我 我在决心之后 能怎么办 时间无法重来 填满遗憾 一个人的夜晚 只剩孤独敢作伴 世界冷眼旁观 外面再多喧嚣 与我无关 梦碎了要怎么拼头才圆满 脆弱可我再看见多少 借你一双眼 我在决心之后 能怎么办 世界无法重来 看到魏明和江喜在一起的那一刻 我真切地意识到 我和魏明的婚姻再也回不去了 两个人的关系 不是只靠最初的爱意 就可以经久不衰 婚姻 需要的是两个人一起成长 共同经营 不论是家庭主妇 还是事业型女性 如果两个人的价值观出现偏差 步调不一致 是注定走不长远的 而我和魏明的婚姻 就走到了这个分岔路口 没想到 魏明会让他女儿学冰球 他同不同意不重要 我第一次杀人巴掌 没什么经验 下手重了一点 抱歉啊 没关系 这点力道不算什么 这是答应给你的提成 行 那我们两个两亲了 你想不想知道 魏明在我面前 是怎么说你的 他就是我一个不太熟的朋友 之前跟我联系了好几次 我问他有什么事 他支支吾吾地就是不说 我来 我就想当面问他 到底找我什么事 一来刚见面 主动就贴上来了 正巧就被你看到了 我没兴趣 这件事情下不为例 以后我不去找你的麻烦 你也别来找我的麻烦 我们各凭本事 互不相欠 话别说太满了 好吧 随你怎么说 你也好 你也好了以后给我就行了 行什么 魏总说了 新一季的市场调研数据 直接和我对接 不用想他回报了 你自己心里也明白 魏总把你调到这儿来 摆明了就是眼不见为敬 你我何必自讨没去呢 小心再坐下去 连工作都保不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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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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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 destroying什么 前面做小刺 真的 是吗 你嘴嘴 我 好好 雨雪 一会儿把战略创新部的同事们 也叫上吧 好的 晓杨 叫上你部门主管一会儿开会了 开会 开会了 好 这次开会的主要内容 是关于星辉的项目 我希望战略创新部的同事们 根据线上和线下 想出一些新的方法 让我们的产品 在星辉的第一轮竞标当中 脱影而出 今天晚上 我想星辉的方总就会议的细节 会跟我进行一个沟通 江喜 你跟我去一趟吧 之前星辉的案子一直都是你对接的 再加上方总和你也是老熟人了 跟什么呢 美泽 你又怎么了 太阳光了 你不认真的吗 今天是老熟人了 你跟老熟人了 行吗 但我去 Rapid 方式跟他们那个 战略创新部合作呀 这个问题呀 我觉得 怎么了 卫总 不好意思啊 我客户到了 我可能得先走 你先去忙吧 好 卫总 那我们去条怎么做呀 卫总 我今天晚上没事 要不让我陪进去吧 再说吧 r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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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nter 你怎么来了 代驾 我已经打发走了 我送你回家 走吧 三三九 吹吹江峰 然后你再回家 省得她不高兴 舍得撇下你那个富二代了 她是很好 是我自讨苦吃 偏偏就喜欢你这个有野心 有能力的富一代 东西吗 抢着吃才香 人也一样 行了 我知道 我的这些小把戏嘛 不过你 我承认 自始至终没有别人 只有你 我不明白了 你费这么大劲 花这么多钱 就为了看我吃醋啊 给 那你先说 你吃没吃醋 小把戏不高明 很有效 仅此一次 下不为例啊 我不喜欢别人背后算计我 知道啦 谁呀 快递你就放那个搂子里 门口搂子里 谢谢你啊 您好 那个我们不是快递啊 这里是深锐建筑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我们看到你申请了我们公司的 这个销售岗位 现在通知你呢 今天下午两点来公司面试 什么玩意儿 什么工程销售 我没有投过这个简历啊 你还给我给我 喂 您好 您好 是我 我投的简历 下午两点 下午两点是吧 对 好嘞 好嘞 谢谢你啊 没事 没事 我投了简历 我投了简历 这简什么意思 我这是第一次听说还有人帮忙投简历的 那你投了就算了 你这投了这是个什么公司啊 这什么 我都从来没听过这家公司的名字 这靠谱吗 这有前途吗 我去吧 这公司没前途 你就在家这么躺着 虚度光阴就叫有前途 我哪儿虚度光阴了 你没看到吗 我天天我研究创业大计 我都不要进来 就你 创业 你真是笑死我了 江海 你大学毕业有一年了吧 出去上过一天班 赚过一分钱 走都不会啊 你就想跑 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啊 比你优秀 比你努力 比你踏实肯干的人多了 要是真有一个啊 可以报复的机会 那也绝对不可能是你 知道吗 别念了 别念了 你才倒是 唐僧伟 那念经意啊 别念念 你以为我想念你啊 你真是好笑你啊 你想创业 来来来 我今天还倒要问问你了 你告诉我 创业是吧 那需要花钱的 你有资金吗 我知道 我是没有资金 但你也不能把我 就交给一个这样的公司呀 他喜欢吗 他靠谱吗 是不是真的 搞不好是骗子公司的 再说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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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厉害 我去了那不是屈残了吗 人家是骗子 我告诉你 你少在这儿跟我扬风应为的 你今天必须去给我面试 你要是再不去的话 我就把你当骗子 在家当无业游民的事情 告诉妈 你信不信 什么 我说我去 我去 我一会儿就去 你走了之后 我洗个澡 我就去 开门 好 去 去 注意安全啊 好 可以 打试 就是这样的 你应该我去 你走alu了 就是我来 你走alu啊 他这么多 你走alu啊 你就走啊 我去哪儿 我去哪儿 我帮你走去哪儿 男友大 这么巧 你也在这儿上班 我今天来试试吧 你这穿得也不像 我想起来了 听说你毕业之后 一直没有工作 在家啃老 所以你是来应聘的 对 我尝试一下我 江海你知道吗 我最后悔的事情 就是在你身上浪费了两年的时间 我最庆幸的事情呢 就是早早地把你给甩了 我有时候还在想 你说我当初那么决绝地跟你分手 是不是做得有点过火啊 真是谢谢你 今天看见你啊 我才知道我当初的决定没有错 你果然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 许萌 是这样啊 我觉得咱们大学同学一场 也是有感情的 有些话呢 不用说得这么难听 我说错了吗 这样吧 我男朋友呢 在房地产上市公司做H2 你要是有需要的话 我帮你把简历推给他 不过你也知道 这上市公司啊要求很高的 像你这样呢 做建筑师是不太可能 一聘一聘司机保安什么的 也许有点希望 好 谢谢啊 那我先走了 好心帮你呢 你好 欢迎光临 你好 给我来个美试 美试 还需要什么吗 你这儿有啤酒吗 有的 好 来一瓶 好的 需要吗 没有了 一共七十五块钱 这边不可 好 请稍等啊 来 生生气 姐 我 你第一次喝酒啊 是啊 刚才那个 前女友 姐 你都看见了 姑娘 挺厉害的嘛 大可 主要是我到现在 还没想不想办 她为什么那么生气 而想当初 她是她主动追的我呢 也许你觉得自己 明明在迁就对方 但在她的眼睛里呢 更像是敷衍 或许你可以问问自己 你真的是因为喜欢她 才跟她在一起了吗 我觉得啊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都应该有自己的主见和担当 想清楚自己喜欢什么 然后就大胆地去追 那最后就算失败了 也坦坦荡荡 不怨天尤人 你觉得呢 是 都怪我 就是太没用了 谁说的 上次送将军回家 我看到你桌上有那个 项目计划书 那个呀 那个我就是写着好玩的 我姐姐天天说我白日做梦 有梦想又不是坏事 只要肯努力 都值得被尊重 谢谢你啊 刘忠 从小到大 我妈和我姐 只会对我是管东关系的 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 那我当会成年人来对待 姐 那你呢 你自己 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我呀 我看男人的眼光真是不怎么样 不贴吧 这又啥 那眼光再差 能由我姐也差吗 对不对 看一个 我看你 妈妈 外公不给我视频 那可能外公在忙吧 你一会儿再试试 那你再试试 外公外公 你在忙吗 果果 是外婆 外婆 我想给外公外婆视频 果果想你们啊 果果 我外公外婆在外边忙呢 我方便给你视频啊 果果 来 您听话 妈 外公 你们在哪儿呢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在外面呢 林佑文 铁道三号床头 林佑文 铁道三号床头 我们在银行呢 现在叫到我们了 我不跟你多说了啊 没准我再打给你啊 好 拜拜 狗狗 给 接着玩吧 快点 来 去吧 妈妈 爸爸的电话 喂 老婆 爸妈刚才突然打电话 说要来江州看病 我手上有个项目 正处置关键时期 那这几天就辛苦你了 爷爷 奶奶 伯伯 你真是小奶奶 小奶奶 小奶奶 爷爷 伯伯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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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听卫明说吧 生病了 哪儿不舒服 没想到 天天说胃不好 胃不好 伯伯 伯伯 想不索性 到江州来好好检查检查 省得他每天七想八想 林霜啊 小奶奶爷爷 那我们拿点水 拿点水果吧 妈 好 爷爷 尝好了 尝了 吃水果 妈妈 咬小一点 爸 我稍微给你关小点声 林霜 我差点忘了 带了两条鱼 你赶紧收拾收拾 一会儿可以吃了 好 你好 坏蛋 怎么样 刚刚做味境的时候 人家大夫就说 也没什么牢病 你非要让人家 开这么多药啊 你知道什么呀 这种医生我见得多了 说好听的吗 帮你省省钱 实际上就是家糊弄 反正开的都是中药 就当顾顾身体了 试药三分毒 对吧 您说 林霜啊 我陪你爸爸休息一会儿 你去帮你爸爸拿药 我们拿药还得付钱 好了 林霜 顾许 好巧啊 巧什么巧 为什么不接电话 我刚刚这电话是你打的 我不知道啊 你找我有事吗 我就想问问你 你这个女儿是怎么当的 你爸爸骨折住院了 你知道吗 谢谢啊 谢谢护士 爸 双双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双双怎么说的 放心吧 没什么事 轻微骨折 打两个钢钉 休息休息就能出院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医院呢 是我告诉她的 林老师 这事连疮早晚都会知道 你就不应该瞒着她 林老师在家打扫卫生的时候 摔下来 把脚给甩骨折了 有这种事 你怎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呀 转到麻烦人家 叔叔 没那么严重 你说你天天在家 又洗衣服又做饭呢 还得带着果果 你那两个要命的公公婆婆 没事再给你弄点事出来 够烦了 我也不想给你再添乱 没大事 放心吧 谁呀 快接吧 快接吧 万一有正经事呢 你接一下 喂 您什么不想往哪儿去了 你爸一个人在医院做卫镜 你就把她扔下不管了 你这太不像话了吧 妈在电话那边都哭成累人了 有你这么当儿媳妇的吗 喂 你说话呀 我爸骨折住院了 我现在在住院部 什么时候的事 你怎么过去 我以为回国了 你会是我最大的对手 还一心想着要怎么跟你 在专业上较量一番 连生 你太让人失望了 这些年 你究竟在干什么 来 再往前走一点 好 可以了 来 方向往左打 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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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一点啊 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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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停 谢谢啊 不客气 主要您旁边这车 看起来挺贵的 我怕您倒车给蹭到了 咱俩都麻烦 是 来 先生 我今天看车 这车见得可少啊 你知道这车多少钱吗 这车 这车 反正比我的车贵 比你的还贵啊 你们老两可 可真是好福气啊 不光女儿孝顺 连学生都这么贴心 是啊 我们顾许啊 还很优秀呢 年纪轻轻的 就当了首席总裁了 还上服务司榜呢 爸 怎么样 被迷来了 还疼吗 还好 没什么事 你出这么大的事 也不第一时间 告诉我和林霜 还是林霜给我打电话 我才知道 告诉你有用吗 林霜还要照顾 你的父母呢 能有时间吗 没事 没事 这不顾许在呢吗 她得 顾许 没想到这么快要见面了 我们家的事麻烦你了 不麻烦 高中的时候啊 都会林老师和师母照顾我 我才能顺利赶上大学 有这份恩情在 我孝顺老师跟师母 都是应该的 老师跟师母跟爸爸妈妈 肯定不一样 这次回来准备待多久啊 不走了 决定留在国内 那你国外的公司怎么办啊 早就卖掉了 相信以后会有更好的发展 我已经实现财务自由了 不用再为钱操心了 只想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这一点啊 我还是支持顾许的 这年轻人啊 就要做一番自己的事业处理 这不能总向前看 是不是 梁老师 怎么拿着方便呗 这顾许怎么突然从国外回来了 顾许怎么突然从国外回来了 顾许 谢谢 顾许 谢谢 那再你就应该告诉我一声 告不告诉你有区别吗 当然有区别 我好心里有个准备 不然你听她说那话 你不觉得特别地虚伪吗 谁不想财务自由 谁不想干自己喜欢干的事情 她削那苹果 给爸一块 给妈一块 你让医院里的人 还以为她是你老公呢 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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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 我怎么停这儿了 停下车 一会儿你回家 说点儿好听的啊 爸妈年纪大了 老人嘛 老婆 你得嘴甜点 我懂就好 不管什么理由 你不打招呼 把她俩扔在医院 那都是不礼貌的 是不是 你干吗去 我加班去啊 你每次加班都挺是时候啊 咱俩不说好了吗 我主外 你主内 知道你辛苦了 我也不想加班 供自己堆烦心的事 可我不去没钱赚呀 谁养家呀 我这么努力的工作 不就是为了给你 还有果果 给你们遮风挡雨吗 回去吧 遮风挡雨 岂不知很多时候 家里的风雨更大 冲烦给您拾 谢谢 雷霜 刚才我和你爸爸换了衣服 那你去洗一下吧 你应该这么做 你还能干吗 咱们被把呀 advance 坐下 你打算 我得好 是 看看 有 我得罢了 我得罢了 你 准备 林霜 你脑袋坏了吧 既然辞职做家庭主妇 如果你觉得 照顾不过来小苹果 可以请保姆啊 实在不行的话 我可以提前退休 我帮你带 爸 我已经想得很清楚 事业呢 想继续随时可以继续 但孩子的成长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这是我跟卫明 一起商量之后决定的 我来问你 这孩子是你一个人的吗 为什么改变人生轨迹 做出牺牲的是你林霜 卫明牺牲了什么 既然有人要牺牲 不管是我还是卫明 那不都一样吗 妈 我全职在家就是三年 就最多三年 你等小苹果上来幼儿园之后 那我再重新回来工作 就好了嘛 不 爸爸妈妈呢 一向支持你的决定 但是这件事 我希望你能够慎重地考虑 我跟你妈妈这么多年 花费了这么多的时间 和金钱培养你 为的是什么 为的就是让你实现自身价值 能够成就一番事业 不是让你去为人家洗衣服做饭 在家庭琐事当中 消耗你的青春和才华 那照顾孩子 经好一个家庭 那也是一个成就啊 你们不能这么看清 全职主妇的价值 就是因为知道 做一个全职主妇 牺牲有多大 有多不容易 所以才担心你啊 这我跟你妈都是过来人了 有件事情你想过没有 万一真有一天 你跟魏明的感情出现了问题 你该怎么办 真到了那一天 你会后悔的 不会有那么一天的 就算有 我也不后悔今天的选节 真的很不公平 成为母亲后 仿佛连说后悔都是有罪的 我多么希望可以不后悔 多想相信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 可是这些话 就算我对旁人说上无数次 也无法骗过自己 是的 我后悔了 但是后悔 不代表认输 同时 今晚你回去休息啊 我照顾爸爸 魏明爸妈已经回南山了 不用了 我们请了护工照顾你爸 这样呀 我也放心点 护工很难找吧 烫 还是顾许帮忙 不然的话 有钱你都不一定请得到 爸妈 顾许吧 毕竟是外人 咱们不好总麻烦人家的 顾许怎么算外人呢 容容 我懂你的意思 你放心 请护工的钱啊 我们都已经给顾许了 还有 你这每天带着小苹果 忙里忙外的 已经够忙的了 是吧 就别天天要远跑了 不 这也差不多了 过几天就回家了 没事 来 挺没底的 我觉得我表情的一般 要是别的公司也就算了 这可是磐石哎 你还没关系 多少人孝敬了脑袋 想挤进去 像我这样的 肯定没戏 等会儿见啊 我刚才听你说磐石啊 磐石在公开招聘吗 是啊 姐 你也知道磐石 我有一个表妹是学智商的 我帮她问问 磐石这次招聘的是研究院的助理岗位 可以接触到行业内的顶级大拿和最前沿的科技信息 岗位特别难得 要是能在磐石的研究院里干上两年 行业内的其他公司都可以随你挑了 我到了 下午四点半 四点半 练习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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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早 早啊 你好 你好 去磐石做哪部电梯 前面的第二部电梯 好 你 去磐石 请问面试是在这里吗 进门右手第一间会议室 方才是序会员的 对 你好 我是来面试研究院助理的 是这样的 我刚知道面试信息 还没来得及过敏 但是简历我已经准备好了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林霜 本科和硕士均毕业于江州大学 计算机科学进行学 我打断一下 你是2015年毕业的 是的 我们研究院助理的职业的职业 我们研究院助理这个职位呢 现在只招收应届毕业生 抱歉 你并不符合我们的面试要求 虽然我不是应届毕业生 但是我已经做好了跟年轻人 一起出口的准备 不好意思 完了完了 完了完了 丢死人了 完了完了完了 这可怎么办啊 您好 您可以帮我个忙吗 来 来 来 谢谢啊 谢谢啊 谢谢了 行 行 行 一会儿还要当着 全公司的面做报告 我要不是遇到你 我真的是丢人丢大了 没事的 哺乳期肾胆很正常 我哺乳期的时候啊 在街上听到婴儿哭 胸口就湿了 这怀孕的时候 我以为卸了货就完事了 可等生完孩子才发现 这万里长征啊 刚刚迈出了第一步 哪想到苦日子 还在后面呢 你好 谢谢啊 谢谢 谢谢 我等会儿 各位 帮我安下办路 好 听说了吗 CEO人选定了 谁上去了 轰降的 普柳的顾许 而且咱们贝斯还说了 只要他肯来 条件随他开 我跟你说 这种出国度现在啊 我见得多了 都是徒老虚名 我看大贝斯这回啊 是要坏冤枉前额服 恭喜 舒曼女士亲自出来迎接呀 看来贵公司还是挺重说的 大家这么多年的朋友 这点面子还稍微 走 我的吗 谢谢 再说了 我一个小鱼小瞎的 这以后 我还得靠我们的CEO找着吧 你这情绪过头了 走吧 大老虚找你 干杯 这次的展会能够成功举办 全靠大家的通力合作 今天的例会呢 你好 我想要一杯咖啡 今年年底的年终奖 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来 听说了吗 冯凯这次啊 不仅把这展会 搬得特别漂亮 而且呢 也不知道用啥办法 把公关公司的年费 还卡了个对准 这次吧 是在大老板面前 喊喽把脸 现在背地都说 上边更看好冯凯身为VP 瞧着吧 咱们魏总就要法力的 给咖啡 谢谢啊 新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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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哪儿了 我们在门前楼这儿等你呢 快点啊 车先生 你都办好了 魏明什么时候来啊 快了吧 我刚给他发费信没给我回 不急 不急 老婆 我这临时有个会来不了了 辛苦你和爸妈打车回家 爸妈 咱打车回去吧 他不是马上到吗 干吗浪费钱呀 公司开会来不了 老婆 真是的 好不容易麻烦他一次还这样 现在架子越来越大了 那以后还了得 年轻人忙正常的 打车也不是不好打 双双打个车咱们回去 林老师 是吗 顾许 你怎么来了 我刚好今天有空 就想看看您出院需不需要帮忙 我还怕我来晚了呢 来得正好 拿得正好 真的 合适 合适 来 来 帮我拿一下 我扶你啊 慢点啊 你慢点 慢点 慢点 好 松手 松手吧 好 我来 能差不多了啊 好 那我宣布两件事啊 第一件事 下周末是咱们公司的团建 魏总呢跟上面申请 把这个团建的主题呢 定为家庭日 大家可以带上家属 由公司买单 正好 好 我说第二件事啊 考虑到咱们公司呢 有一些单身的同事 比如江喜 魏总特意交代了 怕你尴尬 你可以不去 申请折线两千八一个人 你好好考虑一下 好 就这两件事 安提 来点儿 刚开会 你们听见了啊 听到了 几个意思啊 团建团建 什么是团建 就是大家一起联络感情 培养默契 那你说 魏总这次居然点名 让江喜别去了 刺激 你说 他到底是哪儿得的魏总 我不懂 门建设 门建设 我不许你行吗 没问题 你放心是吗 放心啊 好 走我吧 你这儿没事吧 你走 你自己啊 我来我来我来 快点儿 嘿 我来 你唱我什么能啊 来来来 我来 来 什么事情啊 神神秘秘的 姐 你最近是不是得罪人了 没有啊 怎么了 就是最近吧 公司有人传你的闲话 说得可难听了 还说 还说你曾经勾到过魏总 不过魏总证人君子 没着了你的道 所以他现在才不待见你 他们说的这些 你信吗 我当然不信了 可是别人就不好说了 这闲话编得有鼻子有眼的 在公司都传遍了 姐 你到底得罪谁了 这也太歹毒了吧 没事 都是瞎说的 别放在心上 我想你去 你想我了 为什么团结我不能去 家庭日 连双会去的 我不让你去 也是替你着想 你去了会开心吗 是不是以后 只要他一出现 我就要回避 我什么时候才能 正大光明地站在你身边 我跟他就是逢场做戏 你要这些续命有什么用啊 我整个心都在你这儿 听话 好了 我跟你说 益素则不达 如果受伤了 你的心情准备更长 谁说我心情不好的 不用人说 都写脸上 方舟团建你去吗 是 那种无聊的活动 我才懒得去呢 是你不想去 还是为民不让你去 不去 你不去 不去这次团建 我可以得到补偿两千八 那边是虚伪又无聊的应酬 我当然选钱了 那名的话你信吗 我倒是觉得 他这次说的是真话 只不过他说了一半藏了一半 一方面 他确实想利用这次团建 巩固他居家好男人的人设 另一方面 他是为了防卫杜剑 你什么意思 万一那天 艺术展的事再次上演 他就可以把责任都推给你 他的人设已经立起来了 到时候大家只会唾弃你这个小三 丧心并狂 到连魏明这么厚道的男人 都不放过 到时候如果你想反咬一口的话 那就是 恶毒女配尚未不成 蓄意报复 不得不说啊 魏明这招未雨绸缪 用得挺高的 你不用再挑拨我和她的关系了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你的提议我是不会同意的 你想不想听不重要 我只是希望你能清楚 魏明并没有想跟你长久地打算 其实你已经想到了 只不过是需要别人的嘴 说出来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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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来 来 你好 请问是江启小姐吗 是我 是我 谢谢啊 话收到了吗 宝贝 今天委屈你了 我一定会好好补偿的 爱你 乖乖 你又要花木兰 你还要带我 咱们要带我 去得白了 你呀 你去得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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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今天给你买一个凭空车好不好 一言为定 赶紧吃 收拾收拾我们出发了啊 火锅 吃完了吗 吃完了 吃完了 剩那口铃奶把它喝掉 真乖 妈妈 去度假你不高兴吗 被你看出来了 怎么了 我也不想去 来啦 不说我到晚了 果果不玩了 马上出发了 你不是想验证卫明的真心吗 今天就是最好的机会 拔河比赛 给 看有谁 哦 ral爷 ümün子 mec 发生滑 你很快 你尝尝 June fear 她很快 敢 这个 她过了 救�로 她过了 个soon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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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手皮肤好可爱啊 就是 魏斗夫人太有夫妻了吧 加油 连夫人的人都在这儿了 都在这儿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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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 快 加油 都挂这些裙子 不然我肯定都挑第一 爸爸写的裙子不好 怎么了 裙子不舒服是不是 那一会儿妈妈找机会给换了 别挂了 爸爸跟你说啊 不是每件事情都要这么第一的 今天怪爸爸考虑得不是很周到 光顾让你美了 方寡 辛苦你了 魏总 魏总 两人三足线还差一组 您这嫂子来吧 一起来 一起来 一起过来 下游戏咱俩上了 我有点不舒服啊 魏总 还有什么 魏总 你给你小学戏啊 你真是大家都在呼唤我们 别打脸子 魏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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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到我们上场了 魏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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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等着你太好了 加油 魏总 你都等着你 我跟你说啊 我都不让你当 必须的嘛 好 好 好 来 来 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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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刀骚啊 卡刀骚啊 卡刀骚 别搞定啊 一 二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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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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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魏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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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容易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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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总 加油 加油 你怀疑我 我为了这个家 累得跟狗一样 我受够你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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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收好的钱呢 啥时候往家打钱呢 我刚交完房子我真没钱 江喜啊 江喜 你工作那么些年了 你钱都跑哪儿去了 还不如你弟弟啊 我跟你讲啊 工程队的订金我已经付完了 你要是再不打钱回来 那两万块钱就打水漂喽 钱 钱 钱 你怎么就知道钱呀 你关没关心过我的死活 你关没关心过 我在江州过得好不好 有没有被欺负 你吼什么吼嘛 我哪儿不关你的死活了吗 我让你嫁人 你嫁了吗 都说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 你都多大了 咱们村的女孩像你这么大的 玩都好几岁喽 你呀 就不要挑三挑四的喽 只要家庭条件好 能照顾上我们小海 差不多就行了 怎么着 我一个人补贴家用还不够 我嫁人了 还要脱家带口地给你们送钱去是吗 我不是为了你好吗 男人没有一个靠得住的 你现在呀 就是长得乖 长得好看 等你成了黄脸婆 看谁还要你 到时候还得靠娘家 卫明的话你信吗 卫明并没有想跟你长久的打算 一方面 他确实想利用这次团建 巩固他居家好男人的人设 另一方面 他是为了保卫杜剑 林双说得对 今晚是验证卫明真心的最好机会 妈妈 不想看这条鱼子好好养 不想穿 姑姑 姑姑 女孩子穿公主裙是最好看的 我这样不行爱穿 这样不行爱穿 姑姑 妈妈现在呢 给你涂一点点药膏 然后马上就不养了 好吗 这儿是吧 涂一点药膏 老婆 我们得抓银角了 不让大家等我 姑姑 快点啊 到了 姑姑 姑姑 我们就呆一下下 然后妈妈就带你上来 好吗 现在呢 我们来给果果选择一个好看的窗口贴 喜欢哪个 我喜欢那个黄色的 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位是我的太太林双 这双这位是技术部的陈总 好 你好 经常听卫总提到你 今天看到本人了 这是我夫人珊珊 你好 你好 珊珊 你好 孩子跟我们家孩子一样大 爸 陈总 我们一起拍张照吧 好啊 拍张照 来 我们一起吧 来 带你去我们部门 小心点啊 你也小心点啊 果果 小心点啊 慢点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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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我们去那边 来吧 我们部门的精英们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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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带家属来了 对 幸会啊 幸会 幸会 果果啊 没有叫姐姐们吗 姐姐们好 好乖啊 果果 卫总 来 咱也来一个 幸会啊 嫂子 卫总 嫂子 没带着你 得追上来啊 我一直单身啊 果果 怎么了 我们拍个照吧 好 那我们一起吧 来 果果 我们一起拍个照好吗 来 谢谢 走 我们到前面去好不好 来 来 来 我先养好一下 怎么了 果果 哪儿养啊 再坚持坚持 果果 今天对于爸爸来说很重要 再坚持一小会好不好 好 那明 差不多了吧 我带果果先回去了 来都来了 现在要走得太合适了 知道你辛苦了 是不是你不舒服 不舒服 果果都已经难受一天了 再坚持一会儿吧 不明 小总 你穿成这样 没人出来 这我太太 林霜 你好 你好 果果 叫萧叔叔 萧叔叔好 你好 薇姐呢 林总 我觉得咱们VP的人选呢 还是早点定 省着大家相互猜来猜去的 就好像把这把心思一心一意地 用在公司的服务上 放开啊 你的工作能力呢 我们都看在眼里 是你的总归是你的 这方面啊 别太着急 来 林总 这位是我太太林霜 你好 你好 这是我女儿小苹果 叫林伯伯 林伯伯好 小苹果呀 你可真漂亮 伯伯家有一个小姐姐 和你一块玩好不好啊 太好了 我最喜欢和小姐姐玩了 太快了 都说这个和谐的家庭是成功事业的基石 魏总 有福气啊 是我运气好 找到一位好派派 魏总属实是让人羡慕啊 羡慕什么呀 来 我敬大家一杯 来 开心啊 海伯伯 哪里不舒服 妈妈看看来 兄弟们 放心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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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姑啊 怎么了 嫂子 我看看吧 这 痒痒吗 衣服 都说啊 这个和谐的家庭是 成功事业的基石 魏总 有福气啊 是我运气好 找到一位好派派 魏总 那不是你们部门的江喜吗 啊 今天穿得挺漂亮啊 他也是你们部门的 对 他怎么现在才来呢 不知道 魏总已经听起来知会他 让他别来了 都说了是家属团建 他怎么这么不识趣 是魏总不让他来的 魏总说 家喜来了好 大家都是一个部门的同事 团建就应该一起嘛 一个部门的同事 你不认识 你饿了吧 我带你去吃点东西 我不论 魏总太太 初次见面 请多关照 我喜欢别人叫我林霜 你怎么称呼啊 我叫江喜 有的时候 同事们也会叫我的英文名 卡米莉亚 卡米莉亚 是山茶花的意思吧 我好像记得 你以前说过 很喜欢这个名字 说过吗 你记错了吧 可能吧 我现在的观子 我怕你 我怕你 你怎么到底想干什么 我来团建的 明知道我们老婆会来 你安在什么心 我就是想让你老婆知道 我就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 顾佳好男人 早就在办公室里暗堵陈苍了 你疯了 毁了我对你有这么好处 我是疯了 可是我不想毁了你 唯明我爱你 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过不下去了 我不想跟别人一起分享你 什么爱不爱的 我他们会信你啊 怎么 我连爱你的权利都没有了 江熙 你真的疯了 你真的疯了 你听好了 我警告你 从现在开始 我们两个人游戏结束